大家好,我是游钓型 不管是野钓还是黑坑 到了深秋和整个冬季啊 用商品耳加上蚯蚓或者红虫做钓 都会比单一使用商品耳或单一使用活耳效果更好 当然,有的黑坑不允许用活耳,那是另当别论啊 为什么活耳和商品耳搭配使用效果更好呢? 道理很简单 如果光用蚯蚓或红虫另外单独打窝 虽然也会有不错的效果 但这种常用的方式啊 在通常情况下是赶不上一钩拉尔或撮尔 一钩蚯蚓或红虫 因为光用活耳做钓啊 幼鱼的效果很差 势必需要另外单独打窝 但这种单独打窝很难掌握好窝量 窝量多了或少了都会影响上鱼率 特别是在天冷水温很低的季节啊 窝量多了一定会少掉鱼的 窝量少了呢 又诱不来鱼或留不住鱼 所以啊 很难把握好打窝的量 而一钩商品耳 一钩蚯蚓虹虫 不管是拉尔还是撮尔 在保持一定的节奏 抛肝频率的情况下 又能保持脖子里始终有窝料不间断 既能不断诱鱼 又能持续留住鱼 还有鱼喜欢的活耳 所以呢 能够多上鱼 如果光用商品耳 同样赶不上一钩蚯蚓虹 一钩商品耳 这种搭配的方式效果好 因为在水温很低的情况下 鱼对于活耳更感兴趣 当鱼在商品耳 和蚯蚓虹虫之间做选择的时候啊 在通常情况下 会对蚯蚓虹虫更感兴趣 甚至在吃蚯蚓虫虫时 它的动作会更大更猛 飘向更明显 大顶飘或者黑飘 这种吃口很猛的飘向 是司空见惯的 我这里要说明一点 尽管在天冷水温低的情况下 单独用活耳或单独用商品耳 也都是能够钓到鱼的 但相比一钩活耳 一钩商品耳啊 从幼鱼效果 从鱼喜欢吃的程度上 都是有差别的 从大量的实战中来看呢 很明显 一钩活耳 一钩商品耳 上鱼的效果要好很多 因此呢 在天冷水温低的情况下 选用活耳和商品耳搭配 是用耳中的最佳选择 好了 喜欢视频请关注点赞转发 谢谢了